资料图海外网8月10日电 CNN报道,这辆校车是在经过一家超市时遭到袭击,车上乘坐的都是当地平民,其中包括很多学童,在空袭到来时,多数学生坐在小车里,因而造成惨重伤亡 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9日表示,他们当天共接收了40名伤者,包括30名儿童 其中,29人均小于15岁,红十字会发言人米蕾拉·米拉拉厚巴感慨道,今天医院非常忙碌,因为从早上开始就一直在接收伤亡人员,根本没有停歇 她说,无法接受孩子们遭遇如此惨痛经历,野门湖赛武装当天发布了关于空袭的视频 从视频中可以看出,多位男孩失去四肢,还有一名男孩浑身是血,在接受治疗的过程中痛苦哀嚎 空袭结束后,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办公室声明趁,秘书长古特雷斯谴责多国联军 在萨达发动针对繁忙市场区和在有夏令营儿童大巴的空袭 秘书长对遇难者家属表示,最深切的哀悼,声明还指出,古特雷斯强调,各方应在军事行动中一直保持谨慎 以避免平民伤亡,并要求对这一事件进行独立和迅速的调查 同时,古特雷斯呼吁各方使冲突降级,并建设性地参与和解禁程 包括计划于9月在日内瓦举行的政治磋商,事实上,这不是近日来,沙特主导的联军,第一次在空袭中造成平民伤亡 据早前报道,2日,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,曾在空袭和台达省和台达市,时轰炸了当第一个市场,造成52名平民死亡,100多人受伤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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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